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就是 圣事跟婚姻圣事 一个是做神父的 要做神父的时候 那个典礼整个也是一个圣事 要成为神父 然后结婚 两夫妻结婚来教堂结婚的时候 那一个也是一个圣事 罗王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那边 耶稣说 说什么 我们看一下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去 它仍然是一粒 如果死了 就结出很多子粒来 其实不只是麦子 其实所有的种子都是一样的 所有这个世界的植物 它的果实 种子都要跌下来 死了过后 才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实来 不管你有榴莲树 红帽丹 还是什么都好 都是这样 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呢 因为他说 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也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人不只是植物 连人 天主都造我们 都是要延续生命的 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实来 然后要结出果实来呢 必须要先死于自己 如果一粒麦子 一粒种子 它不愿意死的话 接下去它是不会有 再长出一棵新的树来 然后也不会有新的果实 人的生命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的这个圣事 其实婚姻跟圣赐 这些圣事都是一个圣招来的 今天我们会讲这两个 还有一个教会 我们也是认为是圣招的 就是独生 但是独生呢 就没有一个圣事 没有一个圣事 特别的是给独生的 教会非常注重在 这个圣事跟婚姻 因为这两个都是为了去建立教会 圣赐圣事呢 就是做神父啊 主教啊 所以是直接 就是去管理教会 去建立教会 去塑造教会需要的东西 然后婚姻呢 也是教会 因为家庭本身就是最基本的 最基础的教会 每一个家庭 父亲跟母亲跟孩子们 就是一个教会 就是一个小的团体 所以圣事圣事跟婚姻圣事 是在建立那个教会的 还有就是延续那个教会 天主照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天主奇妙计划的一部分 不管是做神父的 不管你是结婚的 不管你是独生的 天主照我们 照我们人 每一个人 你跟我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 另外一个人的那个位置 当我们每一个人抽起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天主的计划 如果我们能够活出天主 给我们要活出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整个世界 是要很美好的 所以每一个人是独特而奇妙的 天主的计划的一部分来的 所以圣招就是 那个天主在照你的时候 已经给你预备了 他的计划 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天主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活到不圆满 活到很有欠缺 活到不开心 很多时候我们在完成这人生的旅途的时候 我们都很有愧疚感 一个更丰富的生命 所以基督徒的信仰 很多时候跟这世界给我们的灌输的那个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相反的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马来西亚的人的寿命 平均寿命 男人是76岁 女人是78岁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40岁了 我们已经活了一半了 如果你是70岁 这样你差不多了了 你喜欢不喜欢 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 你就要开始准备 如何的死了 那个死亡不远了 因为马来西亚的平均寿命就是76-78岁 如果你80岁就拿到bonus了 所以我们在这七八十年 为什么天主照我们在这世界上七八十年 他给我们这个在世界上的生命七八十年 是有目的的 天主的计划是完美的 天主照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 是完美的 他照我们七八十年 人我们相信 我们基督徒相信 人死了过后还没有结束的 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 我们还会复活 但是在这 现在我们这七八十年 我们在这边活着的七八十年 这不一样是什么东西 跟我们有一天死的时候 七八十岁的时候死了过后 跟现在是什么不一样 我们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灵魂会离开我们的肉身 这样这七八十年 为什么天主给我们这个肉身呢 是要去完成一些东西的 是要去做一些东西 是要去经验一些东西 是要去享受一些东西的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圣招 这个圣事圣事跟婚姻圣事 我也会触碰到这个独身的部分一点 都是天主给我们在这七八十年里面 要去完成的一些东西 人的生命要面对的 就是一些真实的 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所以讲到圣招 讲到婚姻 讲到圣赐 讲到属生 我们离不开这个性 Sex 我们人 所以刚才我讲 我们是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 我们有这肉身的 我们有这个性的 特别男生有男生的性器官 女生有女生的性器官 性不只是那个性器官 但是性是在更加内在的 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性别 我们的性别 而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 什么东西没有性的 电脑没有性的 没有性别的 电脑没有 robot没有的 机器人没有 所以机器人他们 是跟我们人是很不一样的 当我们讲性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讲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爱 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就是性爱 这两个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不可以分开的 天主给我们这个礼物 这个性别的 这个性别 这个性别 是要我们能够去爱 我们的这个性的这个隐藏在我们里面的 是一个能力 好让我们能够去爱 我们的性就好像 你懂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发电厂 是什么发电厂 核子发电厂 Nuclear Power Plant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好多年前这个日本大地震 然后那个核子发电厂 不是整到它裂了吗 然后有泄漏 然后结果整个地方都要受影响 然后都要都要 就要撤离全部 我们的信就好像那个核能 核子的能力 能量很大很大的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能量 天主已经 已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 你是人就有了的 而这个能量呢 是让我们能够去爱 你看这个发电厂 它能发出的电量 是比所有其他的发电厂 水力发电厂啊 风力发电厂啊太阳能发电厂啊 还是什么发电厂都好 柴油的发电厂都来得大的 核能的是很大的 所以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信 是很多能量的 所以人家讲 人家会兴奋的时候 那个能量是哪里来的 也是从我们那个信那边来的 很多power的 但是这个power如果我们用不对 它的杀伤力就很强 那个发电厂如果泄漏的话 很多人要死欸 或者我们拿那个核能去做炸弹 它一炸就很多人要死 所以有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里面内在的那个信 没有处理好的话 我们会伤害我们身边很多人 今天很多人 对信的价值观 全部都很多错误的观念 所以弄到很多东西 很多伤害 很多婚前性行为 当我们一用不对的时候 就很多伤害 然后就怀孕 婚前怀孕 然后就去堕胎 一个一个接一个 然后就那个杀伤力很强 刚才我讲很多能量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人 你看到他们很多Energy的 我不是讲只是讲那个 就是男女之间的那个性爱 我不是讲那个 我是讲每一个人里面的那个性 然后好让我们能够去爱 然后这个能量可以发挥在 不同的东西的状况 或者事情上面 比如说我们做神父的是 没有结婚的 那么让我们的能量去那里发出来呢 如果你们有结婚的 那个爱可以完全的给老婆 然后做神父的怎么办 如果我们的生命 没有地方把那个能量 channel出来的话 真的我们不能大汗的 但是天主给我们这个性 让我们去爱 不只是要跟女人 或者跟男人在床上 那种channel出来 很多方式可以channel出来的 等下我讲下去你们就知道 所以我们讲男女发生性关系 我们统称叫做做爱 但是神父怎样做爱呢 神父用什么方式去做爱呢 结婚的人他们爱的是 他们的对偶 爱他们的老公 爱他们老婆 爱他们的孩子 那么做神父的 我们是爱教会 爱天主的子民 还有爱所有的人 因为耶稣也同样这样爱了所有的人 所以这个招教是 比较少人会回应这样子的一个招教 所以在我们讲到这个性跟爱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那个人的身上 我们就可以察觉到 那个人是很有热忱的 当我们能够真正发挥这个性跟爱的时候 你做东西是有热忱的 passion 不管你做什么 如果你画画 你就很有热忱画画 如果你是煮菜的 你就很有热忱的去煮菜 你的工作 你也是很有热忱的 你不会说 今天我来工作 早上九点到已经要等五点要放工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就是有一点问题了的 其实工作是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来的 我们人必须要工作的 工作好让我们人活得有意义 有那个尊严 我们的性跟我们的爱的这部分 如果是平衡的话 它是拿捏到好的话 我们的生命是有热忱去工作的 然后我们会尾身的 我们愿意尾身在某一些东西上面 婚姻也是一种尾身 做神父是一种尾身 投身在一种工作里面也是一个尾身 你研究一个project 老板给你一个project去做 你说yes 我要去做 我就commit 尾身英文叫commit commit你自己进去一个东西 你就是负责任 也会牺牲的 爱这个部分 跟性这个部分是会牺牲的 不只牺牲我们也会领受 不只是给我们也要接受的 所以有些人就很怕接受人家的爱的 很怕接受人家的对你好的 人家一对你好你就会觉得很不自在 那个也是有问题了 坚持 这个爱也会让我们可以坚持一样东西 不会放弃的 然后忠性 你会忠性 忠性的 结婚是彼此都会忠性的 faithfulness 然后是会结果实的 刚才我讲一粒麦子如果不跌在地上 它是结不出许多子力来的 所以这个性跟爱也是让我们结果实的 天主给我们这个就是要我们传宗借代啊也是 这个果实也不只是陷于生孩子 你的创作 你发明一些科学家 发明家 他们发明一些东西造就人类 这些就是果实 果实就是好的东西 你会结出好的果实来 然后奉献 你是把你的生命奉献出去的 做父母的 是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他的家庭的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在一个真正能够活出他圣召 能够活出天主计划的人的身上 可以找到的一些一些特性 我们可以看到的 如果我们现在的生活 很多都是相反这些东西的话 那么样我们一定有出现 某些部分一定出现问题了 肯定出现问题的 所以一个能够爱 天主造我们要是成为一个太阳的 可以照耀世界 世界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你们也是光明之子 我们 他告诉我们说 你们是光明之子 我们是要照耀大地的 温暖大地的 阳光还要给大地滋阳 生命是需要阳光的 如果没有阳光 这世界是死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 天主给我们的计划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都是一个小太阳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太阳来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 如果你们有察觉到 你们身边肯定会有的 有一些人他不是太阳 他反而是什么呢 他们反而是黑洞 这个是黑洞 黑洞是什么 在宇宙里面 一个什么东西都吸进去的 黑洞什么东西都吸进去的 连光都吸进去 有些人 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接触一些人 你会发觉到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很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黑洞来的 所以你是太阳呢 还是黑洞 天主要我们成为的是太阳 我们要接受耶稣 如果我们现在是黑洞的话 肯定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还没有接受他的救恩 和没有聆听他的圣言 没有聆听他的话 没有把他的话活出来 我们不愿意走出来 所以刚才我讲到这三个圣招 圣斥 婚姻 跟独生 圣斥就是做神父 等下我再讲下去 婚姻你们也很清楚 你们都知道婚姻就是结婚 独生呢 这边很多时候 有很多人都会误解这个独生 教会说 这三个都是圣招 但是很多人以为独生的圣招就是 就不结婚了 不结婚也是一个圣招 不是这样简单 这里教会所说的 独生是一个圣招的独生呢 不是因为自私的缘故 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 而不要结婚的 或者不要做神父的 很多人今天都觉得 读神比较好 比较方便 不用这样麻烦 也没有 也不用承认 不用委身 不用承诺 不用负责任 如果这样子的独生 不是一个圣招 或者有些人说 我没有人要我怎么办 就是没有人要啊 没有办法 被逼做独生 如果你被逼做独生的话 这样子独生也不是教会所讲的那种圣招 这里教会所强调的这个圣招 独生而成为圣招的是有一个 圣招跟婚姻都是同样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 它是一个服务的召叫来的 你独生是因为服务 圣招是服务教会的 神父们服务教会 服务那些有需要的人的 婚姻是服务家庭的 这个独生也是要服务的 也是服务社会 服务教会 服务什么都好 是给的 所以这边的独生有什么例子呢 比如说 为天国而独生 为天国而不要结婚 所谓的天国不一定说是要教会啊 这些东西 总之你造福人类 有一些人 我知道的 他不是基督徒 也不可能别的宗教的 他们就是不娶不嫁 但是他们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开了一间孤儿院 他们就是照顾那些孤儿 结果他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他们的爱就是 同样的那个 那个能量 我们里面那个能量 他们就是完全的就是给出来 有些人 他独生是因为 为了研究一些东西 比如说现在COVID-19 有些科学家 医学家 他们为了研究 这COVID-19的病毒 怎样去治这个病 或者有一些人研究CANCER 怎样E-CANCER 结果他们把整个生命 整个精神都放在研究工作里面 没有结婚 为了研究 因为你有家庭 你就要分身 你不一样 有一些伟大的科学家 没有结婚的 有一些伟大的音乐家 也没有结婚的 他们是为了一些更崇高的理想 一些更崇高的招教 而守独身的 这些就是圣招 不是为了自私 要方便 那些不是圣招来的 天主的招教 不是为了我们的自私 好 刚才讲到 如果没有人要怎么办 你没有人要 你就要反省 正常人都会有人要的 正常人都会有人要 我们讲 steadiness 今天的人呢 不断的去装饰自己 外面外在的东西 来吸引人家的爱 来吸引人家的关注 这个东西不同的 我们讲 steadiness steadiness是什么 steady 如果你steady的话 如果那人不steady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有一些很不steady的朋友 你喜欢吗 你就怕咯 不steady的 还要跟他 还要讲跟他part talk 还是结婚啊 我都跑先 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命 就是不steady 我们本身里面 你看这个图就是 我就选这个图字 我们某一个部分 如果 如果我们是不steady的话 我们某一个部分 生命里面有些东西 不平衡的 当然 这不是我们要的 可能家庭背景 可能我们所经历的 创伤一些东西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发现到这样的时候 我跟你们讲 你们需要耶稣 一定要耶稣的救恩 要谦卑 当我们用我们人的能力 去控制的话 我们会越来越不steady 越来越破碎 就好像那 核子弹刚才我讲那个 那个核能 会伤害更多的人 身边的人 看到我们都先跑了 所以steady 是一个 是那个平衡 我们 没有人是完美的 如果 你的男朋友 或者你的女朋友 你在现在part talk的时候 你都知道很多问题了的 如果你在结了婚 你说会怎样呢 如果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里面没有处理好我们自己 我们进入一个婚姻 肯定 肯定会有很多的伤害 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 好 圣次圣次 所以现在我就进入这个圣次圣次 刚才我跟大家讲了这样多 刚才这些前提 就是很重要的 这整个是我们圣次婚姻跟独生的整个基础来的 是要死于自己的 结婚 以前有人问我 你说结婚是 你选一个 他爱你比较多的人呢 好呢 还是你爱他比较多的人好 有人问过你这样的问题吗 还是你们有讨论过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普遍的 刚才好像我讲的 一粒麦子如果不死去了 结不出几多子力来 整个婚姻呢 是两个人都必须爱他 你没有的算了 你必须要觉得你自己爱他比较多 然后对方也必须觉得他爱你比较多 这样子的婚姻才是会死于自己的 彼此都是为对方 愿意为对方而死的 好 圣次圣次就是神品 就是做神的工作的神职 这个是之前我两年多前的时候 这是差不多三年前了 圣直士的时候的 所以要把整个身体扑在地上 表示整个生命都是给了教会 一个将生命完全 线上与天主和教会的终生回应 所以圣次也是终生的回应 然后这个圣次圣次里面有分主教 主教就是整个教区的 你看我们马来西亚有九个教区 看到上面就是槟城 槟城教区就是有玻璃寺 季打槟城 霹雳州跟季兰丹州 合起来是叫槟城教区 基隆坡总教区呢 就有基隆坡 雪兰儿 和尼克里森比兰 巴汉跟崟仁丹 一起叫做基隆坡总教区 甲柔教区 就马六甲跟柔佛教区 就是马六甲跟柔佛 然后有古镜教区 有斯吴教区 有美里教区 然后有根宁奥教区 山打根教区和雅比教区 KK 就是 总共有九个教区 每一个教区呢 就有一个主教 刚才这个 这是我们基隆坡总教区的 总主教 然后 每一个教区都有一个主教 主教就是 管理整个教区的 然后我们神父呢 就是帮助主教的 所以这是 我们的廖主教 阿希比席主任廖 他在 进墓的时候 升主教的时候的情况 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主教团 所有的主教合照 虽然有九个教区 但是有一些 这边的是退休了的主教 在位的 就九个了 因为九个教区 就有九个主教而已 然后在梵蒂冈的时候 所有的主教 跟教宗 就是 主教就是 宗徒 如果你们懂 耶稣有十二个宗徒嘛 十二个宗徒嘛 十二个宗徒 佛多禄就是 宗徒的 头 就是宗徒之手 就是今天 他延续下来 今天 我们的教宗 Pope Francis 我们的 Pope 就是佛多禄的 续成人 然后 所有的 主教呢 全世界的主教呢 就是 其他十一个宗徒的 所有宗徒的 续成人 所以 神父哦 我就 就是 刚做了神父 两年半 两年半而已 所以神父 就是 帮助主教的 但是神父当中呢 我们有分 教区的神父 和修会的神父 怎样分呢 教区的神父 就是刚刚看到的九个教区 我们 成为神父呢 我们是直接 under 就是under这个教区 我是基隆波总教区的 教区神父 所以呢 我不会去别的地方服务的 我只是 会 限制于在 基隆波总教区里面 服务 会掉来掉去 但是我们可以去别的教区做弥撒 但是我们 不是 被委派在那边做服务的 不会 我们只是在基隆波总教区 然后什么是 修会神父呢 修会神父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神父 他们穿这样子的 不同不同的衣着的 这个是 这是方济会的 方济会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修会 这些修会呢 他们是有自己的组织 他们是国际性的 如果 那些有圣招 就是 要当神父的 他们选择做修会的神父 去参加修会 入会的话 他们 不一定会在 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 你入这个方济会 你不一定会留在马来西亚的 改天 因为他们的 修会是国际的 他可能会派你去别的国 哪里有他们的修会 都可能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 有很多个修会 这些都是 比如说 就是耶稣会 我们有方济会 我们有圣医会 很多不同的修会 道明会 本赌会 所以他们不同的修会 有不同的这些 我们叫做habit habit的意思就是 他们穿的 比如说修女 也是不同修会的修女 他们也穿不同的衣服 这个圣次圣次呢 里面是有三个职位 有三个等级 一个是主教 一个是神父 师多 神父就是师多 然后第三个 这个就是叫执事 执事呢 就是六品 我们叫做六品 他还没有能够好像神父做这样多东西 只可以施行几种圣事 比如说 圣喜圣事 然后他们可以做这个婚姻圣事 但是他们不能够做弥撒 圣体啊 圣体圣事那些他们不能做 和好圣事他们不能做 他们基本上做的东西是比较少 然后 但是他们的职责就是宣读福音 所以圣事圣事的责任 他的任务呢 他的职责就是 有三个 就是先知 师祭 跟君王 或者叫做牧者 我就容易大家简单的记 就是三个P Prophet就是先知 Prophet Priest Priest就是师祭 然后这个牧者就是Pastor 所以 Prophet Priest and Pastor 所以 先知职呢 就是保持合一共荣 宣讲 解释天主的圣言 师祭呢 就是加身天主子民的信仰生活 施行圣事 然后 这个牧者呢 就是领导天主子民 拓展基督的神国 牧民事工 就是去管理教会 建立教会 谁能领受这些 这个圣事呢 圣事圣事 男教友 只有男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父 他是 耶稣的预像 他是代表耶稣 因为耶稣是男的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 十二个宗徒都是男的 只要呵护教会的条规 并愿意回应召唤 即可申请 接受逃成 需要经过这个逃成的 需要经过这个培训 而这个培训不是一个月两个月 而是八年 七年到八年 所以我还没有当神父之前 我是在修院 接受这个逃成 八年 为什么要这样久呢 刚才我有讲了 我们很多人都不 steady的 刚才讲那个不steady 我们要当神父 更加要steady 如果当神父不steady的话 很多教友都要受苦 很多整个教会都要受苦 不是老婆受苦 不是老公受苦而已 因为教会就是你的老婆 你就是跟教会结婚吗 你不steady 你的教会就中了 圣招是什么 天主的召唤 听到基督来跟随我的召唤 如同中途门一样 放下自己的一切 而愿意去和耶稣一同生活 这边所讲的圣招 跟刚才我讲的广义的圣招 就是圣赐 婚姻 跟独生 但是有时候我们 在教会里面 会用这个比较狭义的圣招 比较狭义的圣招 叫做 就回应天主召唤去做神父 这样子 这就是圣招 圣招虽然来自天主 愿不愿意 绝对是人自己的选择 因为天主给了人这个自由的选择 所以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这个神智人员的数据 给大家大概大概知道一下 就是 这是2018年的时候的数据 我们在全世界主教呢 有5353个 2018年的时候 现在应该是有不一样一点 这是全世界 包括那些退休了的 有一些很老的 然后 神父呢 司徒就是神父 全世界有 414969 执事 执事比较少的 执事很多地方都没有 好像基隆坡 我们基隆坡总教区 是没有执事的 没有终生执事的 执事是 4万6 全世界 刚才我忘记讲了 执事哦 终生执事是有 结婚的执事的 执事是 如果他们 结了婚 才做执事哦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就当了执事哦 你就要被要求 守独生的 就是 不结婚 我们看到这样多的神父 好像很多 我们好像 有很多很多的神父 又有很多的主教 但是我们看看 我们全世界有多少教友呢 我们的教友有 我们有十三亿 两千九百万 大概是这样 十三亿 两千九百万个教友 我们听读教徒 所以平均一个神父必须要照顾 要照顾几万人 够吗 不够啊 现在我们马来西亚还好 马来西亚一个神父平均是照顾 三四千人 这里这个数据告诉我们 这是包括修会的神父 一个神父需要照顾两三万人 这个图是我们 2019年我们现在基督波总教区所有的神父 我们大概是有六十多位 有一些是退休的 有一些是生病了 在活跃的 活跃能够侍奉的 大概是五十位左右吧 五十多位 好 婚姻圣事 现在是讲婚姻圣事 大家都很熟悉 结婚这样东西 因为我们传统上 不管你是什么人 都有这个礼俗 就是结婚 你去到世界哪一个角落 哪一个民族 都有结婚这样东西 有没有一个民族 可能有啦 有一些少数民族我不懂 可能他们不结婚的 没有这种比赎 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 结婚是一个国际认同的一个东西 在教会里面 结婚是一件圣事 夫妇之爱 在天主眼中是神圣的 所以不能被破坏或拆散 他本身在天主教里面 婚姻是很神圣的 是天主把人结合的 他造我们人 把我们人结合 人没有权利拆散婚姻 凡天主所结合的人 不可拆散 很多时候可能你们有听过 天主教不可以离婚 其实更正确的说法是 不是不可以离婚 是天主教是没有离婚的 没有离婚这种东西存在 所以他不是不可以 我们天主教里面有一些婚姻 他们发生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 暴力啊 老公打老婆啊 这样子可以离婚吗 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呢 是分居 但是他们的婚姻还在的 那个婚姻 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很多时候就讲 不要就是离婚 就是没有 一点瓜葛都没有 如果你遇到暴力那些事情 教会也会鼓励那些人去分居 就是分开 不然的话你生命会受到危险 你会受到攻击那些东西 受到虐待 你分居 但是那个婚姻还是有在的 希望有一天 罪人悔改 那个老公悔改 或者那老婆悔改 基督徒 我们是盼望 希望还是保持在那边的 我时常跟人家说 结婚的时候 人家来我给弥撒 我讲到弥撒的时候 婚姻弥撒的时候 我会讲这个3R 婚姻 我时常叫他们 你要记住这个3个R 3个R 该圣词圣词是3个P 先知诗记跟那个Pastor Priest Prophet Pastor 婚姻结婚就3个R relearn Remember 还有结婚是一个Race来的 好 怎么样呢 我们看一看 这个福音 《马逗福音》第十九章 四到六 耶稣回答说 你们没有念过吗 这个福音是当 有一些法利塞人 一些经师 他们来问耶稣 就来试探耶稣 考验耶稣 他说 以前没事 以前就业的时候没事 那个先知 告诉他们说 如果是允许他们离婚的 现在你怎么样说 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没有念过吗 那创造者 自起初 就造了他们 一男一女 这是创世纪的经文 创世纪那边 天主造了一男一女 然后且说 为此 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 依附自己的妻子 两人成为一体的话吗 这样他们不是两个 而是一体了 为此 凡天主所结合的 人不可拆散 所以刚才我都讲了 是没有离婚的 不是不可以离婚 我比如说 我把两种不同的水 不同颜色的水 倒在一起 当我们把这不同颜色 倒在一起的时候 过后 你怎样把它们分开呢 是分不开的 婚姻在天主的眼里也是这样 两个人已经成为一体了 什么都做了 成为一体了 怎样把它分开呢 刚才我讲第一个R是什么 re-learn re-learn 我每次 Misa的时候就跟他们 那个结婚的人讲说 我讲你们两个 一个就好像火龙果 一个就好像Milo这样 两个加起来 可以吗 你要喝吗 你要喝火龙果加麦肉吗 好喝吗 我想到我都不 我都 哎呀 两个人 一男一女 很多时候都来自 完全不一样的家庭背景 在教会里面 有时候 印度人跟华人结婚 更糟糕 哇不懂是什么 惨什么 文化背景不一样 家庭的文化也不一样 然后那些习俗也不一样 你家里面的习惯也不一样 你是从这样子的背景成长过来的 他是从这样子的背景成长过来的 现在你们两个要合在一起 所以刚才那个福音说 两人成为一体 为此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 依附自己的妻子 两人成为一体 为什么要离开父亲和母亲呢 这是耶稣讲的 耶稣好像教你不笑 华人最重要的是笑道 但是这边好像 人要离开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依附自己的妻子 这里所讲的 不是叫我们不要去照顾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而是要离开父亲和母亲 他们影响我们的过去的所有的东西 今天你要开始依附自己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 两人成为一体 要重新开始 因为这个火龙果跟米洛是不能加在一起的 你们必须要重新re-learn 重新学习re-learn就是重新学习 重新学习如何去生活 因为如果你硬硬把你过去的那一套 你家庭你父母教你的那一套 跟另外你的丈夫还是妻子 他的家庭教的那一套 硬硬把它配在一起 你们肯定有问题的 这个家庭 这个新家庭一定有问题的 很多时候更糟糕的就是 那个in-law mother-in-law father-in-law 全部插手进来 夹在中间的这两个夫妻 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很辛苦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离开父亲和母亲 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要离开他们的影响 你们开始要有自己的新的生活 不要再背负着过去家族里面 所残留下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 好 所以火龙果的麦肉是参不到的 可能你尝看 我不懂 然后婚姻是蒙约 婚姻是蒙约 当每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 他们就会念这个 某某 如果你是丈夫的话 你就会跟你老婆说 你对着你老婆说 某某 我如今正宗承认你是我的妻子 并许诺从今以后 无论困境逆境 疾病健康 我将永远爱慕尊重你 终身富裕 这一句话 你看清楚它里面所讲的 它里面讲到了 无论困境逆境 就是无论好坏 疾病健康也是好坏 我将永远爱慕你 这也包括 当你的丈夫背叛你 或者当你的老婆背叛你 当某一个疾病健康 有病还是什么 所以为什么 刚才我讲 你老公打你的话 你就暂时分居 希望他有一天会改 这就是这样的东西 现在的人就是 一不好就着楼了 所以那不是尾声 那不是坚持 那不是真正的爱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觉得 世界告诉我们 结婚 婚姻是好像放烟花这样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精力 很多的金钱 在结婚的那一天 我们花在那一天而已 拍照拍几千块 酒戏 不懂换几套衣服 这些东西重要吗 如果你这些 花了这样多时间 你换了这样多衣 但是那个婚姻 两年后又离婚了 这些东西重要吗 完全不重要 婚姻是一个旅程 所以刚才我讲的 它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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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人家跑马拉松 一个赛程 你结婚的那一天 才是在这个 才开始跑 你开始跑 你就要这样夸张做么 开始跑 你要跑马拉松 是一个长跑 你不是跑短跑 不是100米 你是跑长跑 你要跑到你生命的终点 有些人半路跑不下去 还要坚持 所以 婚姻是一个赛跑 保路说赛跑 他在他的书信里面 讲到这个 我的赛跑已经跑完了 不只是婚姻 做神父的 所有的圣召都是一个赛跑 这才是婚姻 当我们能够跟你的另外一半 走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那才是婚姻 我跟你讲 那些25周年婚姻的亲日 50周年的亲日 是比那个婚 结婚的那 刚新婚的那个米撒 还要有意义 还要重要 刚才还有一个什么点 我忘记了 还没讲到 还有一个remember 婚姻 是要remember 结婚那一天 刚才我讲 对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remember 为什么你要结婚 你要remember 你要记得 回想 当我们每一个婚姻 有危机的时候 我们要remember remember 那个最初的爱 我如何做了这个决定 我要念这一句话 许诺从今以后 无论困境易境 疾病健康 我将永远爱慕尊重你 终生不育 remember 那个字英文的remember 如果我们把它拆开的话 就是re跟member 就是重新回到这个member member就是一个关系 family member church member 就是一个关系 re 重新回到那个关系里面 当我们能够记得 我们的初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回到那个关系里面 我们就不会放弃 所以婚姻的使命 基督徒夫妇两人通过婚姻圣事 在基督内合一 基督徒夫妇的生活更是实现救世工程的事 也参与了天主创造生命的工程 所以婚姻是要延续生命 这个婚姻把夫妇连在一起 彼此的相爱 也表现 表达了基督对世界 对教会的爱 你们要生育繁殖 创世纪第一章28节 你们要生育繁殖 充满大地 治理大地 这就是婚姻的使命 还有婚姻的使命 福传做主的见证人 当夫妇能够彼此相爱 当夫妇能够教育他们的孩子 也彼此的相爱 这个家庭将要成为主的见证人 这个小家庭 这个小教会 将要成为基督的奥体 成为他的身体 彰显在这世界上 这样子的福传是给你们身边的人 邻居、社会、教会、外面 哪里都好 应该讲了很多 够了 所以最后 我想我要播一个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我这个 但是为了目道者 或者一些新教友 我播这个 我圣招的一个分享 大概10分钟 大家好 我是刘志坚神父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圣招的故事 和我的经历 让大家更了解我 和更认识我 其实我是来自一个 非基督徒的家庭 而我是在1998年 26岁那年 领洗的 那么大家应该会想 为什么一个非基督徒 今天会成为一个 天主教的神父呢? 如果不是天主的招教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从小就信仰佛教 也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成为基督徒 更不要想说做神父 可是天主在我的生命里面 做了奇妙的事 我是来自槟城 我的家乡是北海 我从小就在那边成长 直到我高中毕业过后 我就来了吉隆坡 继续的深造 我从来都不喜欢读书 我的英文也很差 在学校里的考试也不好 而且高中政府考试 SPM 也都考不及格 可是我喜欢艺术 我喜欢创作 我喜欢有创意的东西 到了吉隆坡 我就念纯美书系 主修水墨画 书法和钻课 我的梦想是希望能成为一位画家 希望有人欣赏我的画 希望能够成名 但是要成为一位全职的画家 并不是那么容易 就因为这样 当我毕业后 就与几位朋友 一起 开始做一些散工 承接一些小小的工程 从那里 我们也开始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去承接一些 有关于美术装潢 和室内设计的工作 我们做的工程开始很小 但是因为天主的祝福 我们就从餐厅做到酒店 从酒店做到商场 从商场就做到完工 天主透过朋友 进入了我的生命 借着朋友和团体 我开始认识了这个信仰 他们跟我分享耶稣、天主 我们也一起分享圣经 就因为这样 我在团体里面 就开始的成长 我开始跟他们去教堂 我也开始上 木道班 我还记得 我在木道班里 也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想我应该是 当时的问题学生 之后我就领洗了 我还记得 在我领洗前 有一次我去参加 平日弥撒 我看见我们的本堂神父 一位很老的法国神父 当他一步一步走上去 圣体柜那边 拿了圣体 又一步一步的走下来楼梯的时候 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 心里就在问 为什么需要一个那么老的神父 还继续的在服务 是不是真的没有神父 然后心里就有一股的冲动 我就对天主说 你要我吗? 你要我为你工作吗? 你要我成为你的神父吗? 我觉得我每一个人 在一生中至少要问天主一次 你要我吗? 就因为这样 让天主继续在我的身上工作 祂对我的招教也致意的加深 在我圣召的旅程里面 是因为有好的神父 让我看到 神父的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给我受洗的神父 法德汉六 他也启蒙了我的圣召 他不断的为我的圣召祈祷 还有其他一些神父们 他们让我看到 圣召是一种很不一样的生活 当我开始寻找和分辨我的圣召的时候 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因为在我生命中 很多部分我必须要做出选择 当时年轻的我 我在想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需要去做 如果我选择了修道的生活 那么我必须要放弃很多的东西 而这个也就是我最大的挑战和挣扎 我知道很多人也是如此 特别是年轻的你们 我有很多部分需要去正视 需要去考量 我的生活方式 我的喜好和爱好 我是一个非常外向和好动的人 我喜欢运动 我喜欢户外活动 我喜欢去潜水 去爬山 我喜欢去旅行 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探险的人 心里想 修院和修道的生活 应该是非常苦闷的 除此之外 我喜欢参加运动项目 喜欢比赛 骑脚车 马拉松和铁人三项 我也花很多时间 去锻炼自己 我参加了不少的比赛 国内和国外的 那我在想 如果我进了修院 我将会如何呢? 我还能不能够做我喜欢做的东西呢? 另外 还有我的工作 我的事业 那个我们从零开始的事业 开始有了一点点的成绩 我也需要放弃吗? 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做的决定 可是天主的声音 却没有停止过对我的召唤 还有我的父母 我的家人 他们反对我的圣招 他们反对是因为他们 觉得他们会失去他们的孩子 其实他们也不明白 很多时候我们教友的家长 也不鼓励他们的孩子们 去当神父或修女 那又何况是我的父母呢? 我对他们的反对是可以理解的 就算如此 我知道这并不是天主所要的 我必须要做出选择 我必须要相信他 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在他手中 Let go 和Let God 我必须舍弃我的骄傲和自大 从一位老板 变成一位修生 学习如何的服从 学习 学习不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重新做一位学生 学习念书 做这个我不曾喜欢做的东西 学习过团体的生活 也学习过简单的生活 学习与不同文化背景和年龄的人 一起生活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 天主却在我身上做了很多的奇迹 最后 天主让我的父母接受了我的圣招 虽然这对他们来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我来说 在修院的第一年 却不容易 有很多东西 我必须要去适应 必须要做出改变 但是 它却给我生命开始了新的一页 一个新的旅程 一个新的经验 它让我经验了很多新的东西 也学习了很多我从来没有学习过的 灵修的生活 团体的生活 牧林的经验 很幸运的 我也被委派和安排到 东马沙巴和沙劳岳去做我的牧林工作 我被安排到非常内陆的地方去 对软弱的人 我就成为软弱的 为赢得那软弱的人 对一切人 我就成为一切 为的是总要救些人 我所行的一切 都是为了福音 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 天主用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方式来塑造我 它让我到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去体验一种我从来没有经验过的生活方式 在内陆生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边没有水供 没有电 也没有得上网 就因为这样 我对天主的体验也有所改变 我学习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去体验天主 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去体验天主 在东马内陆做牧林服务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可是他们教会了我什么是性的 我们时常需要去藏屋做牧林的服务 有时候要到一个藏屋 必须要花上一天的时间 而且我们只能够用四轮驱动的车 或者是用船行 我曾以为 要跟随耶稣基督 必须要牺牲和舍弃很多的东西 但事实上 如果我们愿意牺牲一点点 其实天主 却要给我们更多更多的祝福 我曾以为 我再没有机会去旅行 也没有机会再到处的去 可是天主却把我带到去更多的地方 去到更深的地方 去到更远的地方 去到世界的另一个角 我曾以为 我必须要放弃我的爱好和嗜好 可是天主却用了我的才能 去带领他的子民 引领他们去认识耶稣 在家人方面 天主不但没有让我逝去我的亲人 他却让我得到更多的家人 神父的兄弟们 修院里的修士们 还有我曾经到过的堂区 服务过的地方和人 他们都是我的新家人 从东到西 从北到南 今天无论我到那里 我也不曾担心过我要住在哪里 因为我知道哪里都有我的家 然而我跟家人的关系也比较的好 虽然我父亲在我第一年进修院的时候去世了 我跟妈妈的关系也越来的越亲密 这也因为当我修院假期的时候 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他 我以为我必须要为他放弃很多很多的东西 放弃我的事业 可是天主如今却让我做更伟大的事业 就是拯救人的灵魂 我一九九八年临死 二零零八年决定进修院 二零一八年 我敬夺成为了神父 天主招教我做他的施夺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来回应他的招教 让他举起我 然后天主再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拨开我 来塑造我 天主以不同的方式 招教我们每一个人 你是否愿意跟随他 你是否回应了他对你的招教 两年前我到了耶路撒冷朝圣 那时我也带了我妈妈一起去 当我们到了约旦河 耶稣受洗的地方 我母亲突然过来对我说 她想要受洗 那天我就在约旦河那边给她受洗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了我 为了福音而舍弃了房屋 或兄弟或姐妹或母亲或父亲或儿女或田地 没有不带精神 没有不带精神就得百倍的赏报 我们的天主是慷慨和忠信的天主 他从不让他的仆人蒙羞 不要以为你为天主付出很多 其实他要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耶稣曾经上了西满的船 他也上了我的船 你是否愿意让耶稣上你的船 然后耶稣说 滑向深处去 不要害怕 我要使你做愚人的渔夫 所以 婚姻 施多 还有什么都好 耶稣就是要上我们的船 你愿意让他上你的船吗 你的婚姻生活 你的家庭 就是一艘船 愿全能的天主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